有些人說我們激盡 我看來看去都看不到我們哪個激盡 大家如果看回影片 我們被他鎖的時候我們會笑 是不是 我們那天有一個84歲的 有一個18歲的 還有那些三四十歲 四五十歲的那些私奈 我們最近有私奈在網上寫了一篇 說她為什麼 那天要被人拘捕 非常感人 是不是 個個都是很良善的市民 但是真是人無可疑 是不是 大家想想這個政府 生果金如是 僭建又是這樣 新界那些 串屋間間都僭建 門口是自己 建花園的 一九六一年之後 有條新的法例 這個屋子從來都不執行 現在搞到全個新界都是這樣的時候 你就發不自眾 是不是 當全世界的人都違反你這條法律的時候 這條法律就無效了 大哥 你怎麼拆啊 你現在有本事林鄭月娥 我把新界的潛建拆掉 我馬上退出政壇 最後一百年都拆不了 我告訴你 100年 一個世紀 這個是政治現實 好了 新界就是這樣 新界佬說要流血革命 跟你死過 然後拆掉 市區這些就是這樣拆 是不是 雙重標準 這樣都未算 哇 踢下又爆一個 我林瑞麟有潛建 踢下 我副局長 官傑有潛建 再踢下最離譜的那個 我叫孫明陽 吳家產他做房屋局長的時候 屋宇署是他的報索 他拆他的那個潛建 他不讓人拆 契契力園 這個是無恥啊 各位朋友 但是他又不用下台 是不是 你全世界任何一個地方 你主管 這個清拆潛建事務的官員 自己家裡又漸建 跟著屋宇署來拆 你說不讓人來拆 我寧願釘契 哇這些是不是家產來的 是 他又可以繼續做他的局長 你真是吹冰冰 是不是 香港人太過良善了 各位朋友 喂我們不是屈他的 有些人經常罵阿欧文 你經常唱衰政府 政府都會有些好的 真是不好意思 找不到 大家幫我找一下 這個政府有哪樣好事 你找吧 找一單給我看 我都想找阿 大哥 是吧 潛建也是這樣 他派六千元也是這樣 現在還未到手 六千元到了嗎 你們還未 還未 待了那六千元 都拿二千元捐給人民來量 他吧 是不是 你舅舅得不到 是吧 舅舅得不到 我那次在 在張君佬的學校講話 跟著有個校工 很老的走過來問我 潛建什麼時候前派 我就死了 我說不是我派給你的 大哥 如果是我派給你 你馬上有得派向我 是不是 喂 剃補方案也是這樣 是不是 喂 有些政策 你就拖到水蛇春 那麼長 叫極你都不做 叫你復建居屋 家建公屋 是都不做 是不是 現在建居屋 要七年才落成 那家餐你私人留餘三年就落成 是不是 大把理由去拖你 但是搞這個替死方案一個月要搞定 那就出事了 是不是 快就有好處 快會出事的 是不是 所以各位朋友 這個政府不能夠的 我現在告訴你 所以我們一定要靠自己的力量 為什麼我們要搞五區公投 他說我們浪費公帑 五十萬人出來投票 新水新浪 表達自己的意見 我們要廢除功能組票2012雙普選 有什麼不對 這個是全民投票 有什麼不對 你如果要堵塞這個流動之下的辦法 你就讓我們可以全民投票 你現在說要堵塞 塞得頭後面的屁股又流水 是不是 現在沒有用 你一定死的 你一定死的 我可以告訴你 各位 原本我們打算 7月13日 我和大舅在立法會打拉布 真的很不幸 沒有民主派支持 什麼叫打拉布呢 你說我扔東西 罵人衝擊他粗暴 我和你紋鬥 根據議事規則 政府提出的法案 議員可以提修訂 是沒有限制你提多少條修訂 我們就打算提1200條 結果在7月4日 在他宣布撤回方案 重新諮詢的時候 我們已經提了860條修訂案 準備在7月13日和他打拉布 我和大舅每個人可以就修訂案那15分鐘 他那條我又可以說15分鐘 即加上一條修訂案我們就說半個小時 我不理你民主黨不修訂不發言 我們每人說半個小時 800條就400個小時 我們一天最多開10個小時 每天就是要開40天 7月13日開始開到8月多 你附加上整個暑假就不讓我們搞定 我們就跟建制派議員說 我說你訂了機票去旅行吧 取消它吧 你不取消 你去旅行 附加上沒有人投票 政府輸了 你是罪人 是吧 改機票吧 他出來是 改機票 立法會主席曾育成文 我英文你想玩多少人 我說想玩多少人就看你了主席 看你批多少條修訂案給我們 好啦現在他延遲易讀 不在7月13日二度 我們估計他一定是在區議會選舉之後 即11月之後才拿來立法會的 換言之一是今年的年底 一是就是明年年頭 因為他一定要避過選舉 OK 我們都會繼續跟他打拉布 好 好 好 在這個打拉布之前 我們當前急務第一要做的 就是7月13至15日 天下圍攻立法會 這個呢 如果我們有幾千人和平示威 給人民力量去看 是有機會 整條方案都撤回的 各位朋友 我們現在的訴求 三大訴求 在單張裏面有的 請我們大家幫忙去宣傳 第一 就是要求政府 無條件撤回方案 不用諮詢 沒有發生過 OK 以後有出決 補選 這個是第一個訴求 第二個訴求 林瑞麟這個狗官 必須下台 對不對 好 第三個訴求 就是殺手檢 如果他在明年的年頭 或者今年的年底 將這個草案 再拿來立法會二讀的時候 全體的民主派議員 23人集體辭職 好 這個震撼很大的 各位朋友 如果你23個集體請辭 剩下那37個 你自己關上門 搞定它 對不對 你有什麼認受性 這個還不是國際新聞 對不對 這23個民主派立法會員 佔了六成的民意 對不對 你這個議會 只有四成民意 然後去通過一條 剝奪我們選舉權利的議案 這個是明顯違反了 香港政府 必須要遵守的 國際人權公約 所以呢 要泛民總辭 靠黃宗民沒用的 我在03年 這個23條的時候 我已經在商台我做的節目 人日夜夜 叫泛民總辭 但是他們採我都有味 OK 接著還要跟我說 你又不是立法會議員 你叫我們辭職這麼簡單 行了 我等我就是有機會 做立法會議員 我就辭給你看 對吧 我們是說得出 做得到 對吧 這個泛民總辭的訴求 是要靠大家給他壓力的 對不對 所以我希望各位朋友 發電郵給民主黨的立法會議員 去他辦事處 舉牌 在街上見到何俊仁 劉慧卿 我告訴你 你不要臉皮這麼厚 你辭職 麻煩你 對不對 做得到嗎 各位 這個是不是很合理 對 整天 就押著那個立法會議員的位 以為自己很尊貴 然後拿金子晶勳章 這塊混蛋 什麼民主派 什麼民主派 這些是 我們給最後一個機會 民主黨 叫他辭職好嗎 好 我叫他辭職 是包括我都辭的 OK 是包括我和大舊長毛都會辭職的 OK 是23個民主派立法會議員集體整治 反抗惡法 對不對 對 這個就要靠大家 好嗎 好 我們再下一次口號 天下為公立法會 天下為公立法會 曾偉紅食屎 曾偉紅食屎 黃仁龍收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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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英年回家睡覺 kriegen睡覺 黃仁龍收工 撤回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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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鬥爭到底 人民最大 人民最大 天下圍攻立法會 撤回方案 抗爭到底 曾蔭權下台 黃仁龍收工 林遂論食屎 各位希望7月13日和7月15日見到大家好嗎 多謝